大魔王继续说道,黎云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石碑,似乎有些难以决断,毕竟这要关系到驱魔人的传承。 稍有不慎,驱魔人的传承可能就真的断了,快点。 我开口催促黎云,这石碑给我带来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我总感觉就这么拖延下去很有可能有危险发生。 好,终于黎云下定了决心,只见他单手结印,向着那石碑缓缓地压了下去,一道微弱的光芒洒落在石碑上,竟然让这石碑剧烈地颤抖了起来,看着这场面,我的心也提了起来,究竟是成功了吗?还是失败了? 黎云的印诀已经落下,现在又怎么可能收回? 随着光芒越来越盛,原本黑不溜秋的石碑竟然变得透明了起来。 石碑的下面竟然发出痴痴的响声,周围的那些血液在这微光之下竟然渐渐挣托。 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也得以看到石碑下面的场景。 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想来是驱魔人自有他们的办法。 果然如此,石碑下面的场景和我想象中的一样,这面石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石碑,更像是一个井盖,盖子下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正是陈天赐封印大魔王的地方。 如果刚才真的把这个石碑挖出来的话,那就等于是打开了地窖的盖子。 打开了盖子如何? 听大魔王之前的口气,他很有可能可以趁机跑出来。 他再三地催促我们,大概率就是在打这个主意。 或许这个几率并不大,但是我不敢赌。 好险。 孙苗苗吐了吐舌头。 你怎么知道驱魔人的硬诀能激活这石板,如果黎云真的把石碑打碎了呢? 宁南娜好奇地问我,我笑了笑,直觉。 事实证明我赌对了。 那现在怎么办? 几个人都看着我,石碑是用来镇压大魔王的,那么传承又在什么地方呢? 我凑近了些,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大魔王。 这个魔和我想象中的不大一样,本来我还以为他是个留学生,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个货真价实的金发碧眼洋鬼子。 他的表情逐渐猙獰,他的嘴角,我看到了两根獠牙。 就是,我愣了一下,看出了他的身份。 吸血鬼? 我有些发懵,脑子突然觉得有点不顾用。 东方最古老的驱魔人,竟然封印了个吸血鬼。 是最高贵的,血族公爵。 地窖里的吸血鬼纠正道,我挠了挠头,这俩概念有区别吗? 血族不就是吸血鬼吗? 听到血族二字,旁边的孙淼淼失声喊了出来。 血族? 老吸血鬼看了看他,似乎对他的反应很满意。 对,高贵的,血族。 我脑门都黑了,你这一脸吸血鬼的模样,有什么高贵的? 我还杀过一个呢? 老吸血鬼有点不愿意搭理我,良久,孙淼淼才开口说道。 是有区别的,吸血鬼属于血族,但是血族却不等于是吸血鬼。 本来我还没太在意此间的区别,听孙淼淼说完之后,我也有点好奇了。 孙淼淼看向老吸血鬼。 吸血鬼是个很广泛的说法,所有拥有血族特性的非人生命都可以称为吸血鬼。 西方有些国家会把蝙蝠也说成是吸血鬼,而血族则是吸血鬼的始祖。 尼口中的吸血鬼是最底层的存在,在血族里,他们甚至没有正式的身份和名字,统一称为血仆。 像白凤林他们,就是在初庸之后,被他变成了血仆。 只有实力得到了家族的认可之后,才会被授予爵位。 孙淼淼不愧是个人形自走历史书,就算是国外的神话故事,他说出来也如数家珍。 他说完之后,我指着老吸血鬼问道,那他这个公爵是什么等级? 孙淼淼念如了一会儿。 亲王的下一集,这应该是个血族长老。 听到这儿,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 长老,乖乖,这可是挖出个大家伙。 不管是西方神话还是东方神话,长老的地位一般都不会低。 没想到,陈前辈竟然封印了这么一个大家伙。 你属于哪个氏族? 孙淼淼满是好奇地问着,老吸血鬼正了正表情。 麦凯威。 我有点疑惑,这也是个血族的称呼吗? 听上去好弱啊。 以前我听冯伟说过,在他看的小说里面,德古拉才是最强大的血族。 孙淼淼倒抽口冷气。 怎么,这个氏族很强吗? 我问他,孙淼淼点了点头。 他们是血族中的疯子。 看来,回去之后,得说到说到风味,别整天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真有时间,还不如看看那个叫咸鱼军的呢。 麦卡威是一战的发起者之一。 孙淼淼给我解释道,这一下,我才被吓了一跳。 怪不得这老吸血鬼言谈之间充满了骄傲,这来头可真不小。 一战的发起者,单单是这个名头,就令人震惊。 别说麦卡威家族是发起者,就算是一战的那些参战国,有几个是弱的。 那个氏族的确是有些吓人。 那么,老吸血鬼作为麦卡威的长老之一,他的实力又该如何呢? 难怪陈前辈不惜以生命代价,也要将他封印。 这样的存在,对华夏来说确实是有很大的威胁。 想到这里,我背后不由地浸出了一层冷汗。 还好我足够小心,如果让这老吸血鬼逃出去,那可就比魔难对付多了。 既然认识我,还不放我走。 老吸血鬼冷冷地说道,我吃笑一声,就是因为知道他身份独特,才不能把他给放出来。 一个神秘女人养的半成品的魔,就让整个华夏银行焦头烂额,如果再把这个公爵级别的老吸血鬼放出去,那可真就是乱了套了。 别理他,找传承要紧。 我对孙苗苗和李云说道,反正这里有陈前辈的封印,他也奈何不了我们。 只要我们拿到了驱魔人的传承,到时候再把它封印个几十年再说。 我们三个人忙活了起来,在血坑里面寻找着。 陈天刺是在封印结束之后才留下的传承,那就说明传承必然在这石碑周围。 我让孙苗苗在那些已经发掘开的地方寻找。 自己则去翻找白凤林的包了。 这里是他们挖掘出来的,很难说他们有没有将其收起来。 找了半天,我什么都没有发现。 白凤林他们的收藏中只有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看上去都不怎么像传承之物。 这传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皱起了眉头,陈前辈既然留下了传承,想来绝对不会是太隐秘。 如果他藏得严严实实的,那后人还谈什么发现传承。 反之,如果就摆在地面上,那恐怕早就被别人拿走了。 遇到石祸的人还好说,如果遇到了普通人,说不定反而会成为断绝传承的主要原因。 看来,这藏东西也是个技术活,我们三个在血坑里找了很长时间,却还是没有发现。 难道,传承已经被人带走了? 孙淼淼嘟囔道,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老吸血鬼,真要说有谁能收走驱魔人的传承。 老吸血鬼应该就是最有嫌疑的人了吧。 既然他能透过封印把白凤林他们变成血脯,向来他还是有些手段能影响到外界的。 白凤林,白凤林。 我低声自语道,突然,我身体一僵。 对啊,白凤林。 我果然还是大意了,竟然忽略了最重要的线索。 黎月,把白凤林带过来。 我立马说道,可是等我们转身的时候,白凤林已经消失不见了。 那些断掉的电线全都摆在了地上,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溜走的。 我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还好白凤林只是逃走了。 如果他刚才趁我们不备,从背后偷袭我们的话,那恐怕我们就已经栽了。 古人好算计。 我看向老吸血鬼,咬牙切齿地说道,这老帮子,自始至终都在装上。 人们常说,这人是越老越成精,眼前这个老帮子活了不知道多少年。 他可是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和自己年龄相符的智慧,反而是一直在跟我们查科打魂。 我们一时不查,竟然真的被他给蒙混过关了。 先别管他了,联系十三局。 我立马对孙苗苗说道,可是没等孙苗苗拿出手机,外面就传来了一声呼喊。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我苦笑一声,麻烦来了,这是警方的标准劝降方式。 确实在说我们? 孙苗苗苗都愣住了,我苦笑着点了点头。 大概是吧? 祝好运。 老吸血鬼说了句,然后石碑便不再透明。 我看了看旁边地上的四个老铁,不出意外,他们四个恐怕已经变成了尸体。 五个人鬼鬼祟祟地混到殡仪馆来,旁边又有四具尸体,还有一个幸存者出去报了警。 不出意外的话,外面还有两个保安当作人证。 这下可就麻烦了,就好似黄泥把掉进了裤裆里,不是试也是试了。 现在怎么办? 孙苗苗问我,我沉默了一会儿,赶紧安排。 马上向十三局求援,现在只有十三局能证明我们的清白。 另外,等下出门的时候,双手全都举起来,千万不要有多余的动作。 叮嘱他们这几句,也是为了防止警方做出过激的应付。 毕竟,现在在警方眼中,我们五个是穷凶极恶的暴徒。 我真的怕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直接就对我们开枪。 就算他们有不准射击要害的规定,可是子弹这东西,它可是不长眼的呀。 记住,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第四百三十七集 我又叮嘱了他们一次,确保大家都记住了,我才大声喊道, 我们马上就出来。 说完之后,我走在最前面,举着双手向楼上走了过去。 走出楼梯之后,我被外面刺眼的灯光,刺得睁不开眼。 殡仪馆大院里面已经停满了警车,各种各样的大灯对着我们。 不用怀疑,这些灯光后面就是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 站在那儿别动。 有警察喊道,我们没敢再动它,立马就停在了原地。 过了一会儿,旁边冲过来几个特警,把我们按在了地上。 哥几个小心点,我老婆怀着孕呢,我们没有罪,这是污蔑。 我怕他们伤到宁楠呢,趴在地上说了一句,犯不犯罪,不是你们输了算。 那警察对我们毫不客气,不过,有了这句话之后,他们倒是没有为难宁楠呢,只是给他戴上了手铐。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松了口气,大家都平安无事,那接下来,无非就是想办法洗清我们的嫌疑罢了。 你们几个,进去看看。 几个特警冲了进去,没多久就跑了出来,脸色十分难看。 一群畜生。 其中一个年纪轻的警察,对着我咬牙切齿说道,我没有辩驳,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 只要是个正常人,看到血腥的场面之后,都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好感。 自去尸体,联系法医吧。 他们在旁边汇报,周围的警察全部都冷眼看着我们。 看那样子,恨不得当场把我们枪毙了,带回去。 那队长下令把我们关到了车上,没过多久就带走了。 我还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进公安局呢。 孙苗苗委屈地说道,我不禁翻了个白眼,说得好像谁不试试的。 现在只能求十三局的动作快点了,否则的话,万一白凤林找到了那破风的办法,那就全完了。 到了公安局,我们被分开关闭,这是为了防止我们串供。 不过,并没有人来审讯我们,想来应该是在处理现场。 审讯室里面没有表,约摸两个小时之后,才有几个警察走了进来。 来吧,做个笔录。 名字,林玄,我直接回答道,现在这个时候只能先配合他们。 年龄,问完了这些基本信息之后,那干警死死地盯着我。 说吧,你和那四个人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杀他们? 我耸了总监,人不是我们杀的,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死了。 到什么时候了,还要狡辩? 那警察猛地一拍桌子,你的同伙都交代一部分了,你还准备死成到什么时候? 警官,你就别炸我了,我全部交代的都是真的,我们和死者的确没有任何关系。 本来我还想说我是安德警方的顾问,可是我的资料在警方那里没有流档,真要说出来的话,只怕会让事情更加麻烦。 现在只能让十三局来处理这些事情了。 那警察又问了我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便带着笔鲁转身离开了。 等了两个小时的样子,又有几个警察走了进来。 还要审讯吗?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们是被冤枉的,那几个死者的死,和我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把手铐摘了吧。 围守那人说道,我证了一下,看来有戏。 手铐摘了之后,他们并没有立马把我们放走。 林先生,在你的部门能证明你无罪之前,你还要留在这里一段时间,这是规定,快请见谅。 交谈一番,我也知道了他的身份。 新城公安局特警队的局长,庆王。 十三局的人来了吗? 我问他,局长摇了摇头。 还没有,不过他们已经在路上了,等他们到了之后,你们就可以离开。 我点了点头,毕竟这次事情闹得有点大,我也没奢望能立马出去。 想了一会儿,我提了个要求。 能把手机还给我吗? 我要安排一些事情。 这没问题。 王局长的回答倒是很爽力。 他吩咐下去,没多久就把我的手机给送来了。 这些东西要吗? 他指着那些鹦鹉问道。 我摇了摇头,现在被困在这里,鹦鹉一点用处都没有。 想了想,我把电话打给了楚生。 倒不是我信不过十三局,而是这次的事情,不是十三局一家能处理的。 天知道老吸血鬼的实力有多么恐怖,我必须要做到防患于未然。 有事。 楚生的声音传来,你现在在骑虏吗? 我直接就进入了正题。 不远。 楚生的回答依然简洁。 我现在在心承。 遇到了个血族,需要你来帮忙。 血族? 那是什么? 楚生有点疑惑。 这时我才想起来,楚生对国外的历史没有多少了解。 我想了想,才想出了一个合适的说法。 是个外国的蝙蝠药。 这应该属于你们上海堂的业务范围吧? 你没骗我? 当然没有。 我很急切地说道。 这只蝙蝠药是被黎云的师爷封印的,可是它好像找到了破风的方法,随时都有可能会破风。 你再不赶过去的话,事情可真就闹大了。 我说完之后,楚生沉默了很长时间。 喂,你还在听吗? 在买票,天亮之前弄到。 楚生说道。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也就有谱了。 只要楚生能来,那我们就多了几分胜算。 记住,带上几套震旗。 我叮嘱他,和老吸血鬼正面干仗是别想了,那老帮子的实力不知道有多强。 真要是让他出来了,那绝对没有我们好果子吃。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趁他还没有破风的时候,提前加固封印。 嗯。 楚生应了一声,把电话挂了。 抬头之后,其他警察已经离开。 只剩下王队长,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血足啊,蝙蝠药。 真有这种东西。 我点了点头,索性就给他解释了一下。 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没想要隐瞒他。 没错,传书中的那些东西,都是存在的。 王队长的呼吸有些急促,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这个反应,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让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去相信妖魔鬼怪的存在。 这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不过,新城的水已经浑了。 东方的妖魔,西方的血足,都在这里出现。 日后他必然还会遇到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提前给他打个预防针,也让他多少有些心理防备。 这秩序,太精灵了。 良久,王队长才喃喃自语道。 阿弊,他又抬起头看着我。 那刚才那位是,山海棠的传人,和民间传说中的蜀山有些渊源。 我简单地介绍道,听我说完,王队长脸色已经充满了震惊。 显然和血足比较起来,还是主山这个名字比较震撼。 之后他又问了我几个问题,我也简单地回答了。 不过,大多都是些点到为止。 更深层次的东西,还是由十三局的人来告诉他比较好。 李,李先生,我们是不是耽误你们工作了? 王队长开口问我,我摇了摇头,这事也不怪他们,实在是老帮子算计的东西太奇怪。 尽管我们已经很小气,但谁能想到,一个被封印了几十近百年的老帮子,竟然还懂得打不过叫警察。 作为人民的守护神,他们做得完全没错。 如果我三言两语能让他们把我放出去,那才是一种悲哀。 要不,我派几个人先进去探探路。 王队长问道,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用探路,先把那避雨馆封锁起来,里面很危险,普通人进去的话,恐怕会落得跟那死可死者下场一样。 王队长点头,立马安排了下去。 对了,报警的那个人,能找到他吗? 我突然想起来,白凤林现在还在外面,虽然不知道血脯到底是什么级别的东西,但想来,肯定是比普通人要强。 如果可能的话,将他控制住是最好的。 王队长塌了口气,找不到,在出警之后,我们就已经在附近调查这个报警人的下落,可到现在为止,一无从获。 不过,我已经让技术特去调查了,只要他还在新城里,相信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有结果。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他会围堵击山林。 王队长满脸的担忧,新城地处边境,周围又有些山林,如果白凤林真的闯到了山林,那警方的人力恐怕就不够用了,应该不会。 我开口说道,老吸血鬼把白凤林放出去,绝对不是为了坑我们,或者他是要借助白凤林寻找破风的办法。 如此一来,白凤林肯定还会找到新城来的,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但愿吧。 王队长捏了捏眼角,很显然,今天接触到的东西,已经有些超出他的承受范围了。 你睡会儿吧,我去安排一下。 王队长起身离开,走到门口又停下了脚步。 哦,对,你夫人那边你就不用担心,我等会儿会安排人把他们都带过来,今晚就先委屈你们了。 这个王队长倒是和黎光有点像,同样的气质,没过多久,宁楠楠他们就被带到了我的房间里。 林璇,接下来怎么办? 刚进门,孙苗苗就开口问我。 我调了几个人过来,但是我总觉得就凭我们这几个人应付不了这次的事情啊,要不让你店里的人也过来? 他说的是冯伟和素素,不过我没有准备让他们俩过来。 素素的能力在这件事上恐怕没什么用处,至于冯伟,我也没听说他研究过怎么对付西雀鬼。 放心吧,我已经请了外援,我笑着说道,我把楚生请来了。 嗯,那就好,有外援。 孙苗苗说道一半,突然顿住了。 呀! 随即他捂住了脸,满满的小女儿来。 看他这个样子,我不禁有点无语,这都多长时间了,没想到他对楚生竟然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他什么时候来? 孙苗苗满脸疑惑地看着我。 我看了看时间,应该也快到了,到时候天亮之前就会赶过来。 你,你…… 孙苗苗傻笑了几声,随即便收起了自己的花痴模样。 说正事,在审讯室里的时候,我就做了个推论,驱魔人的传承很有可能在那个考古队员身上。 我点了点头,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驱魔人的传承很有可能就在白凤林的身上,之所以如此怀疑,是有原因的。 第四百三十八集 新城殡仪馆地下有遗迹,这个消息是怎么传出来的? 九叔的消息中说的是,新城殡仪馆要拆迁了,所以发现了里面的遗迹。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合乎情理的,其实最是经不起推敲的一个漏洞。 早些年,拆一些比较难拆的房子时,的确会稍微动一动地基。 这么做是为了在拆房子的时候,能省点事。 可是,现在的年头,谁家拆房子是先挖地下室的? 暂且不说现在重工业机械发达,基本上就没有拆不了的房子。 就说那殡仪馆四层高的楼,这铁定是不能动地基呀,一旦地基被挖空了,只怕不等人跑出来,这楼就已经塌了。 这个消息肯定是故意有人放出去的,或者说白凤林他们所谓的考古队,本身就是冒牌货。 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进入那殡仪馆内部,开始挖掘工作。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消息走路,这才让九叔他们得知。 白凤林他们也是倒霉,在挖掘的时候,被老吸血鬼给袭击了,只剩下白凤林一人还活着。 有关血族的出拥,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我们神话中的夺赦。 孙苗苗给我介绍到。 当一个人变成血腹之后,他并不会立即丧失自己的意识,但是只要他的上位者愿意, 那么便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他的身体乃至意识完全侵占。 而那个时候,他也就会变成上位者的一个分身。 孙苗苗说完之后,我不禁皱起了眉头。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呀。 如果老吸血鬼能彻底掌控白凤林,那他还真有可能破开封印。 有办法找到他吗? 我问孙苗苗,孙苗苗苦笑一声。 这很难,血族最大的本事就是逃命,他们是最出色的血法师。 在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可以将自己变成蝙蝠,乃至于是一滩鲜血,借此逃脱。 而麦卡威又是血族中最独特的存在。 麦卡威氏族全都是疯子。 就算是在血族中,他们也是最可怕的。 他们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往往不择手段。 同时,因为他们树敌太多,也就逐渐拥有了一身强大的实力,以及最佳的逃命手段。 他说完之后,我一阵投他。 这还只是一只麦卡威尔的长老。 如果老邦子能请动他们亲王,那就真的出事了。 孙苗苗黑黑一笑。 这你倒是不用担心。 这个老吸血鬼,应该是世界上最后一只麦卡威了。 麦卡威氏族最辉煌的战绩是挑起了一战。 但是他们却选错了阵营,加入了战败国的一方。 一战结束之后,麦卡威被战败国推出来,做了替罪羊。 听了之后,我心里才稍微踏实了一些,来商量一下,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应对。 我看向宁楠楠他们,这次我们是真的遇上了大麻烦,要对付这神秘女人,那就必须得找上驱魔人的传承。 但是现在,驱魔人的传承又和麦卡威撤在了一起,这就不太好搞了。 血族有什么弱点吗? 最后,还是宁楠楠率先开口了。 孙苗苗想了想。 怕阳光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大散和引气,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个传说,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他们怕这两样东西。 宁楠楠微微寒手。 那么,我们基本就可以确定,她的活动时间是在下午七点到早上五点之间了。 孙苗苗点点头。 对,可是确定了时间有什么用? 这话也是我想问的,就算确定了白凤林只能在晚上出没,要么在诺大的新城找到一个人,那这实在是太难了。 确认时间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收网。 宁楠楠捏着一缕头发说道。 她刚才刚逃出去,又知道我们已经注意到她了。 那么,这段时间里,恐怕她是不会行动的。 如果她有心和我们耗下去的话,那恐怕我们就有的等了。 必须要让她感受到一点危机,她才会出现的。 危机? 我们现在有什么能威胁到一个血族公爵呢? 想了想,我猛地抬头。 她的本体? 宁楠楠点头。 对,就是她的本体。 她虽然逃出去了,但毕竟只是一个分身。 如果我是她的话,我肯定会想尽办法打破封印,把自己的本体放出来的。 但是,如果有个驱魔人站出来,说能永远封印她的本体,那么她肯定是会坐不住的。 而那个时候,也就是她露出破绽的时候了。 宁楠楠说完之后,孙苗苗有些为难。 可是,南南姐,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能永久封印她的驱魔人呢? 说着,她看了看黎云。 黎云的确是个驱魔人,可惜她还太年轻。 连她师爷都需要用生命来封印血族,她又怎么能够长久地封印呢? 我神秘一笑,和宁楠楠对视一眼。 当然有。 孙苗苗看了看我们俩。 你们俩,打什么哑咪呢? 不能说。 我摇了摇头,心里已经有了计划。 哎呀,你们俩真是越来越腹黑了。 孙苗苗急得直跺脚,就在这个时候,孙苗苗的电话响了。 这是十三局打来的。 他们毕竟和新城警方沟通过,想要先把我们放出来。 这次的事情,还需要继续处理。 这次,王队长倒是没有再多阻拦。 走完了流程之后,我们几个人就被释放了出来。 这个时候,天都已经快亮了。 李彦,那我就先走了。 王老跟我打了个招呼,我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事情,王老也插不上手。 嗯。 这一页板凳坐的,我的腰都快。 孙苗苗伸了个懒腰,说完之后,她突然愣在了原地, 站得笔直,低垂在的脑袋都快藏到衣领了。 看她那个样子,腰好像又没事了。 外国蝙蝠腰在哪儿? 后面传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我说孙苗苗的腰怎么突然就好了? 原来是能治百病的楚生,楚仙丹道了。 楚生来得比我预料得还要快,看她那风尘仆仆的样子,应该是刚下车。 蝙蝠腰? 宁楠的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别说,还挺提切的。 我也没办法,这不是为了忽悠楚生吗? 让你带她正期待了吗? 我问她,山海堂的正期,这是我后续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 楚生点头,拍了拍背包。 那外国蝙蝠腰,绝对跑不了。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些。 山海堂的正期还是折得心来的。 就算达不到永峰的目的,至少也可以加古封印吧。 再加上黎云的辅助,这老吸血鬼处理起来应该不难。 什么时候动手? 楚生问我,看看天色,天边已经蒙蒙亮。 想来,白凤林现在应该是已经躲藏起来了吧? 先休息会儿吧。 我安排了一下,我们几个熬了一夜,楚生又何尝不是? 这个时候布局对我们很不利,磨刀不误砍柴工。 反正白凤林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找到破风的办法。 我不累,楚生摇头拒绝了我的提议。 我翻了个白眼儿,哥,你不累也得让我们闯口气啊。 况且,我们还要整理个方案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楚生沉默了,没同意,也没有拒绝。 等我找个地方好好睡上一觉,养足了精神,才能应付接下来的事情。 我开口说道,说完之后,我也不等楚生提意见,就直接把他拉到了车上。 上了车,楚生坐在孙苗苗旁边皱了皱眉。 我要做前排。 当时我就愣住了,老子好不容易才给你创造的机会。 你们就不能亲密接触一下吗? 不行,我老婆怀孕了,后面太紧。 我很霸道地拒绝,楚生皱着眉,很长时间才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新城公安局离我们酒店不远,没用多久就赶到了。 楚生走向前台,准备去开房间。 就在这个时候,孙苗苗终于鼓起勇气,说道。 那个,要不你到我房间去休息吧,我和楠楠姐姐姐姐姐姐就可以了。 楚生回头看了她一眼。 就是啊,楚生。 你就休息一会儿,再开个房间多浪费钱啊。 我也在旁边帮腔倒,楚生不满地看着我,我有钱。 说完,她毅然转身,颇为贼着地向前台走了过去。 我有钱? 这句话差点把我憋出内伤来。 开好了房间之后,楚生自顾自地上了楼。 走吧,我们要去商量一下。 我们也上了楼,这次的商量,我没请楚生,倒不是嫌弃她。 实在是楚生的思维跟我们不在一个频道。 现在楚生来了,你准备怎么办? 您难道问我,我想了想。 要把白凤林逼出来,消息是最关键的一点。 只有让她认为我们有能力把她重新封印,她才会忍不住跳出来。 如果我是白凤林的话,我沉思了一会儿,开口说道, 在我逃出去之后,我肯定会盯一下一切有可能对我构成威胁的人,比如警方,比如我们。 尤其是新的驱魔人,更是重点照顾的对象。 因此,在她眼中,驱魔人是的确有封印她的能力的。 如此一来,那就简单了。 只要让警方想想办法,一不小心走漏一点消息,白凤林自然会上钩。 和王队长联系之后,她虽然不知道我的意图,也表示会尽可能配合我们。 走了,好好休息一天,醒了以后开始行动。 送走了孙苗苗之后,我和宁楠楠就开始补觉,刚过中午就醒了,宁楠楠也已经醒了。 再睡会儿吧。 宁楠楠看了看我,我伸了个懒腰爬起来。 唉,不行了,我去看他们几个,也该做点准备工作。 等我挨个叫开了他们的门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都没有休息。 既然如此,那就索性直接行动吧。 你的阵棋要布置多久,需要什么东西? 我问楚生,楚生想了想,什么都不需要,直接插就行。 这自然最好,虽然这次封印作戏的成分居多, 但是如果能趁机把那老吸血鬼彻底封印,那也算得上是大喜事了。 黎云,你会不会什么封印的方法? 我问向黎云,黎云有点犯难。 我学的东西不多,连师爷都只能勉强封印个蝙蝠腰, 我恐怕是帮不上忙了。 没事,随便几个印诀也可以,我安慰他。 黎云点了点头,印诀倒是有,只是不一定有效果。 那就行了,到时候你就把你会的封印手段全部都用上,怎么多怎么用。 我笑着说道,黎云挠了挠头, 黎云哥,这要管用吗? 小孩子,这还用吗? 我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当然不管用了。 我能感受到黎云的表情很窘迫。 其实,黎云能不能封印老吸血鬼就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身份,只要他配合我演一出戏, 那老吸血鬼自然就会上钩了。 安排得差不多了之后,我们又在酒店里等了一段时间。 等到天色渐暗的时候,我们才出发赶往了殡仪馆。 这里已经被拉起了警戒线,周围有不少警察把守。 林先生,事情都已经办妥了, 因为你的主妇,我的人没有进去,一直守在这里。 辛苦了,一直没睡。 王队长打了个哈欠,案子没搞出个头绪来,怎么睡啊? 听他这么说,我不禁笑了。 果然和黎光姓子一样,也是个工作狂。 你们在这里盯着,不论是谁来了,都不能放进去。 我开口说道,声音不低。 等我把里面的事情处理好了,白凤林就蹦到不了多长时间了。 这话就是说给白凤林听的。 安排妥当之后,我在前面带路,率先走进了殡仪馆中。 鱼儿已经扔下,就等着你上钩了。 我低声自言自语道。 再次来到殡仪馆,我把他们几个留在外面,独自一人走下了地下室。 这么做,也是为了演得更像些。 你又来了。 去了吗你? 我笑着硬道。 老吸血鬼憋了很长时间,我拿出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两斤机器。 我来给你送饭了。 花烟落下,我已经走进了房间。 地上,那石碑越发变得透明,老吸血鬼正死死地盯着我。 这个时候我愈发肯定,他能对外界产生影响,恐怕微乎其微,至少他杀不了我。 否则的话,这位高贵的血族,恐怕立马就冲着我,把我撕成了碎片。 进去以后,也不知道你们卖什么微甲族,喜欢什么口味。 我就给你买了点我们的特产,刚从屠台厂弄来的新的,应该还热乎。 我把塑料袋子放在地上,我问他,来两口。 老吸血鬼面若寒霜,高贵的血族只喝人。 第四百三十九集 我不耐烦地说道,我知道你是高贵的吸血鬼,不喝鸡血。 可是,现在你得将就一下,现在不是你那个时候为了烈石发起了一场战争。 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华夏,而你是我的接下求。 我请你喝上,你就只能喝上。 我说完之后,老吸血鬼也沉默了。 见他不吭声,我把鸡血都拿了出来,四块堆放在地上马了起来。 封印我的人,是驱魔人,你不是。 良久,他才开口说话。 我在他面前蹲下,笑着说道。 但是我找到了驱魔人的传承者,还请了山海棠的高手,以及十三局的一些强者坐镇。 都是名门大派,十三局就相当于你那个年代的大内高手。 有他们的帮助,你猜我能再封印几年? 老吸血鬼愈发沉默,虽然他还是能理解大内高手的说法。 最多三年。 我笑了笑,他这个评价倒是挺中肯的。 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陈前辈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才勉强封印了他。 就算我请来了楚生,能封印他三年也是极限。 这还是在不计算任何外力因素的情况下。 要知道,外面还有个白凤林处心积虑地要放他出来。 三年就足够了。 我们东方的传承之所以比你们强, 就是因为我们会不断地进步。 等到三年之后,我会再封印你五年。 在五年之后,我还会再来。 只不过到时候,可能就会变成十年了。 我边说着,边打量着他的表情。 果然,在我的言语刺激下, 老吸血鬼的脸色变得愈发难看。 你会老死,而我永生。 老吸血鬼倔强地说道, 看他的表情,就像是受了欺负的小媳妇。 努力地抓着自己最后的折袖布。 无所谓啊,我生前当寄心尽力, 死后,管他洪水滔天。 说不定等我死了之后, 又会有像我一样的半吊子, 再来封上你三年。 说着,我自己都笑了。 真他妈惨。 别说,如果不是为了夺取驱魔人的传承, 这的确是个很好的办法。 就我的身体, 再撑个五十年,应该没啥问题吧。 五十年后, 这摊也就交给别人了。 No! 老吸血鬼暴怒, 不断地冲击着面前的屎杯, 我神色不变, 心里也已经盘算了起来。 能让他动怒, 那说明我的毒蛇还是有点用处的。 只是, 想让他彻底露出马脚, 那我还得再拱拱火。 那个叫白凤琳的, 是你的血脯吧? 你放他出去, 就是为了让他好好研究驱魔人的传承, 回来再把你放出去, 是这样吧。 我开始用言语试探他, 果然, 在我的话音落下之后, 老邦子的脸色微微一变。 嗯, 很不错的寂寞, 可惜你低估了你的对手。 我继续说道, 你? 老吸血鬼不屑地看着我, 我摇了摇头, 我这样的小角色呢, 称不上是你的对手。 我说的是当年把你封印在这儿的老英雄, 陈天赐, 在我提起陈天赐的时候, 老吸血鬼的獠牙瞬间就跳了起来。 我们华夏人, 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会想好后面, 你觉得他老人家真的会把驱魔人的传承, 留在这里等你破解吗? 醒醒吧孩子, 这么低级的骗数你也会相信, 我甚至都有点怀疑, 你是怎么当上麦卡维的长老吗? 老吸血鬼的脸色愈发苍白, 我不知道他为了脱困到底努力多长时间, 想来时间应该不短, 我这番话也是在摧毁他的信仰, 让他明白自己的努力一文不值。 混蛋! 老吸血鬼咬牙切齿地说道, 也不知道他是在说我, 还是在说陈天赐, 总之, 他的情绪明显出现了剧烈的波动。 你想让白凤林来救你, 我看, 等他老死你都出不去, 哦, 对了, 他也是吸血鬼, 那么, 他也是永生的, 看来等到二三百年之后, 他就能把你救出去了。 我脸上满是戏血的笑容, 这番话, 不管他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说得差不多了, 我也没有继续往下说, 得了, 这东西呢, 您不吃, 那我还拿回去炒盘菜, 三年后再见。 说完我转身就准备离开,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身后忽然传来一股进风, 来了, 我心中一领, 鱼儿扔下去这么长时间, 就是等着他咬钩呢, 如果继续拖下去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没想到, 在了最后的关头, 我都准备放弃的时候, 鱼儿才忍不住浮出水面, 我立即回身, 把手里的鸡血奋力地砸了过去, 扑得一声轻响, 那鸡血瞬间被打得满天飞, 白凤林正面色阴森地站在了我的身后, 如果不是他身上站着一些鸡血的残渣, 看上去还真的挺像绝带高手呢, 等你很久了, 我笑了笑, 抗龙俭出现在了手中, 布局之初我再思考一个问题, 白凤林真的会上钩吗? 很难说, 老吸血鬼活了这么多年, 也不是个傻子, 即便我放出去消息, 他上钩的几率也不大, 况且, 就算他真的相信了, 那我们又该怎么抓住他? 按照孙苗苗的说法, 吸血鬼在逃生这个技能方面, 几乎是满级的, 按照原计划执行的话, 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 就算他出面了, 我们也没有能力抓住他, 更不要说想夺驱魔人的传承, 想钓鱼, 就要舍得下鱼儿, 普通鱼儿当然是钓不出这条大鱼, 所以, 我把我自己当成了鱼儿, 正如我和他这样说的, 我可以封印他几十年,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抓住我就行, 我都送上门来了, 如果你还不咬钩的话, 那就太没用了, 索性我的计划没有出问题, 白凤林上钩了, 留下吧, 白凤林冷冷说道, 我吹笑一声, 想要留住我哪那么容易啊, 既然我敢把自己当成鱼儿, 那我是有底气的, 手里的抗龙俭就是我的底气, 我没有和他多说什么, 直接就提着抗龙俭砸了过去, 这不是武侠玄幻, 我也不是什么绝代宗师,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光芒特效, 更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打斗场面, 真要描述一下, 大概就像街头小婚婚打架一般吧, 我拿着抗龙俭, 又当成了一根普通的棍子, 劈头盖脸的砸了过去, 虽然我不懂什么招式, 却胜在力气大, 同样是瞎鸡不打的棍法, 在我手里多少还能比小婚婚有点气势, 白凤林没有躲开, 这一下打在他的肩膀上, 不过, 他的身体素质可是比之前那四个强太多了, 这一击非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反而把我震得发麻, 地窖里的老吸血鬼很是得意, 我脸色变了变, 手持抗龙俭向后退了两步, 这个距离是在警戒, 如果白凤林真的抱起伤人的话, 距离远点, 多少还是有点缓冲的余地的, 白凤林的脸色很苍白, 没有半点血色, 现在的他论身体素质或许比不上素质, 却也不是普通人可以应付得了的, 抓住他, 老吸血鬼说道, 与此同时, 白凤林立笑一声, 朝着我就冲了过来, 我甚至都没有看清楚他是怎么攻击的, 就听到抗龙俭传来了一声脆响, 我被那不知名的距离轰击地不断倒退, 好快的速度, 我的手腕都麻了, 要不是抗龙俭比较特殊, 恐怕这次对拼之后, 抗龙俭就已经被他打飞了, 我的身体素质确实有了很大的提升, 那也是在人类的范畴之内的, 眼前的白凤林显然已经不算是人类了, 不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是吻压我一头, 白凤林又吼了一声, 再次朝我冲了过来,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这次我玩脱了, 千算万算, 我还是低估了老吸血鬼手中掌控的力量, 哪怕他的本体已经被封印了, 仅凭白凤林这个血脯, 也不是我能应付的, 白凤林一巴掌打了过来, 尽管我已经尽可能地闪躲阁挡, 却还是架不住这道恐怖的力道, 我整个人就好像是个破麻袋似的, 被他打晕了过去, 撞在墙上, 一股剧烈的疼痛让我险些晕死过去, 你就这点本事, 老吸血鬼的语气充满了不屑, 或许在他眼中, 我连个蚂蚁都算不上, 我躺在地上, 半天都没有挣扎起来, 但我还没等起身, 白凤林就抢先一步抓住了我, 他一手抓着我的脖子, 放在我眼前仔细端向着, 片刻之后, 他突然向着我的脖子咬了过来, 要说不害怕, 那是假的, 当时我被吓了个机灵, 卧槽, 要瘦了, 血苦要吃月了, 别动, 老吸血鬼及时开口, 白凤林挣扎了一下, 就才停了下来, 他看着我的目光中充满了渴望, 这眼神我见过, 素素在看到失误的时候, 也会露出同样的目光, 想死还是想活, 老吸血鬼问我, 现在局面已经被他们掌握, 白凤林捏着我的脖子, 我的生死只在一面之间, 想活, 我很干脆地说道, 废话, 谁他么不想活, 放我出去, 你就能活, 我不, 我拒绝了他, 白凤林似乎感受到了主子的情绪, 加大了手上的力度, 我被他捏着, 强烈的窒息感, 让我一阵难受, 别说花样, 老吸血鬼警告我, 我黑黑一笑, 你这是谈判的姿态吗, 要我说, 你这一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 谁谈判是抓了对方的脖子来谈判的, 老吸血鬼满脸的不屑看着我, 谈判, 你没资格, 你说谁没资格, 哼, 既然我敢来, 你觉得我就没有准备吗, 如果时间到了, 我还没上去的话, 他们就会把这里直接封印, 现在, 我有资格跟你谈判吗, 你想怎么样, 再过十分钟, 他们应该就开始不振了, 老吸血鬼看着我, 愈发的忌惮,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只要让他忌惮我, 让他觉得我和他是平等的身份, 我才能活命, 不如, 我们再聊会儿, 我对他说道, 第四百四十集, 你到底想怎么样, 老吸血鬼满是懊恼的盯着我, 说实话,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身份有点颠倒, 我怎么总觉得, 好像我才是反派, 传承给你, 还我自由, 那不行, 我又不是驱魔人, 他交易我又没得赚, 再说, 我很怀疑你手里的传承真伪, 我凭什么要跟你做交易, 你还要我怎么样, 老吸血鬼彻底动怒了, 就在这时, 长廊中传来了一声震动, 终于来了, 嗅的一声, 荧光乍现, 滑破了面前的黑暗, 刺在了白凤林的肩膀上, 恐怖的力道震得白凤林连连后退, 那银色的长剑, 直接将白凤林钉在了墙上, 山海藤处生在此, 要你暗敢作乱, 处生缓缓地走了过来, 神兵天将, 处生来了, 我看着他的身影, 显现没直接扑上去, 扯了这么长时间, 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如果他还不知道下来救我, 那我就真没辙了, 你耍我, 我嘿嘿一笑, 这老帮子还真相信我手里有地盘, 其实有个毛线底盘, 我心里早就已经慌得一逼了, 只是这该演的戏还是要演下去, 楚生, 那个人已经被蝙蝠腰染了, 快杀了, 我且退且说道, 楚生点了点头, 猛地冲到白凤林的身旁, 一箭落下, 持手分离, 这也是我最欣赏楚生的一点, 在确认对方会造成威胁之后, 他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富人之人的, 你们, 该死, 老吸血鬼异常的愤怒, 话音落下, 螳螂中突然腾起了一股红雾, 血雾, 看到这个场景我不禁皱了皱眉, 小心点, 我提醒楚生, 楚生是第一次和吸血鬼交手, 肯定没什么经验, 我虽然是杀过一只吸血鬼, 但是和眼前这个, 却有巨大的差距, 况且, 我的地府鬼音用不了了, 现在什么忙都帮不上, 楚生手掐剑绝, 不断有剑光亮起, 剑光闪烁下, 周围的血雾竟然真的被逼退了一些, 我们走, 楚生开口说道, 我正准备离开, 又看看旁边白凤林的尸体, 你能顶几分钟吗? 我问道, 楚生点了点头, 也没问其他, 得到了他的同意之后, 我立马跑到白凤林的尸体旁边, 驱魔人的传承只是重中之重, 我在他身上摸了摸, 找到了一个小包, 找到了, 我心中大喜, 想来这小包里装着的, 就是驱魔人的传承, 但是正准备转身的时候, 本已经死去的白凤林, 竟然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糟了, 我脸色大变, 是我大意了, 白凤林是个吸血鬼, 脑袋搬家对他而言没有什么致命伤势, 当时我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 立刻就抄起了抗龙箭打了过去, 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白凤林的身体竟然变成了无数的小蝙蝠, 这一击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反观他那惨白的双手, 却是死死地抓住了我的手腕, 出生也注意到了我的情况, 好妖孽, 他边和血雾对抗, 边朝我这边挪了过来, 你们都要死,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周围明显血雾更浓郁了几分, 也不知道是我错觉还是怎么的, 我总觉得旁边蝙蝠似乎变大了一些, 周围的蝙蝠发出了阵阵的叫声, 朝我俩抓了过来, 小心点, 别让他们抓到, 我立马提醒处生, 这些蝙蝠都是白凤林所化, 被他们咬到的话, 我怕我们会变成吸血鬼, 处生没回应我, 不过, 他手里的长剑挥舞起来, 打落了一个又一个的蝙蝠, 仗着他那神秘莫测的剑法, 我们才得以勉强地自保, 我还是嘀咕了他, 我低声说了句, 现在看来, 我的设计确实给老吸血鬼造成了一些困扰, 但是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夸张, 陈天赐留下的封印, 果然早就已经破败不堪, 这么多年, 这老吸血鬼逐渐渗透, 已经可以影响到外界, 若不是处生及时赶到, 恐怕我已经出事了, 饶是现在, 我俩的境界也不怎么乐观, 白凤林的蝙蝠仍旧在不断地重生, 楚生的精妙的剑法, 也只能暂时保证我们没有生命安全罢了, 正所谓人力有时穷, 等到楚生历劫之后, 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现在怎么办? 楚生问我, 我正在想, 我立马回答道, 这个时候, 我自然不会说什么让他放弃我自己逃生的话, 就算我说了, 以出生的性子他也未必照做, 只是想办法让我们俩都能逃走,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想起了孙苗苗说的话, 吸血鬼最大的弱点是怕光, 除此之外, 还有些说法是害怕引起和大蒜, 只是这些说法没有经过验证, 不知道真为, 阳光是没戏了, 现在这个时间太阳本就已经落山, 况且我们又在地下室, 到哪儿去找阳光去, 至于大蒜, 谁身上会带这玩意儿? 你身上有没有银气? 我开口问楚生, 什么? 楚生没听清, 银气, 金银的银, 我又重复了一遍, 楚生立马从头上抽下了一个簪子给我, 这一幕, 看得我好生羡慕, 这头发长就是好, 随便什么哪儿都能操, 这要是等楚生长发及腰, 那他还不得把自己的长剑也藏进去, 不过, 现在不是吐槽的时候, 拿到银簪之后, 我立马朝着手腕上的惨白的手刺了过去, 扑了一下, 这银气, 果然对着吸血鬼, 还是有些克制效果的, 这一簪子下去, 这手掌立马就消失了, 有效? 我立马大气, 想了想, 我用银簪在抗龙剪上摩擦了几下, 又把银簪还给了楚生, 用你的剑弄下来这银粉, 这银簪毕竟太短了, 不适合战斗, 就算是放在楚生这样的炼家子手中, 也未必能发挥出多大的威力, 现在, 我们俩的家伙上都沾了银粉, 这样战斗起来更加方便, 我们俩联手, 周围的蝙蝠纷纷退散, 这些银粉对它们有很强的克制作用, 可是, 在对付那些血污的时候, 银粉的意义就不大了, 哪怕我们俩人的手中兵器已经呼呼声风, 却还是无法抵挡住那些血污的侵蚀, 兵打兵走, 我对楚生说道, 老西血鬼的实力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认知, 在这种状态和情况下, 我们肯定是吃亏的, 倒不如先逃出去, 等离开了地下室之后, 直接把它封印在这里, 你们, 逃不掉, 老西血鬼寒生说道, 他话音落下, 周围的场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本的地下室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望无际的鲜魂, 鲜血, 到处都是鲜血, 硬得我眼睛生疼, 此时, 我们已经分辨不出哪是血物了, 举目可见, 到处都是鲜魂, 这蝙蝠药还会幻术? 楚生问我,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在我听说的传说里, 这吸血鬼虽然是血法师, 其实更像是个力大无穷, 速度极快无比的怪物, 至少, 我从没有在任何地方听说过, 鲜血鬼还会不止幻境, 可是眼下, 这又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我见识少了? 在这浓郁的血色世界中, 我们只能摸索着前行,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了一声轻响, 这是地下室的木门, 我愣了一下, 分辨出了我踢到的东西, 看来我们没有陷入幻境之中, 可是嘴挤我的脸色又变了, 既然不是幻境,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周围的世界, 的确已经变成了血色的, 想到这里, 我的心情愈发浓郁, 周围的血物似乎和老吸血鬼的能力有关, 血物越多, 它的实力越强, 现在, 地下室已经是一片血色世界, 那么它的实力, 又会达到何等恐怖的地步呢? 除了白凤林他们遇害之外, 我再也没有见过老吸血鬼展现过实力, 东方修行者, 你们该死, 我抬头看去, 血色的事件中渐渐凝聚出了一个身影, 那身影我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被镇压在地窖里的老吸血鬼, 说句夸张点的, 瞬间出现了个巨大的蝙蝠, 差点把我给吓尿了, 蝙蝠这东西, 本来长得挺个影人的, 胆子小的, 就算是见个普通人, 也会被吓一跳, 当一个本就害怕的东西, 成长到跟你差不多大小的时候, 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异固强劲地风起来, 那蝙蝠张开了翅膀, 朝着我扑了过来, 小心, 出声喊了一声, 之后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 就已经动了, 他手里的长剑划出了一道完美的葫芦, 向着那个蝙蝠刷了一声过去, 原谅我不懂什么武功路数, 只想起这么一个形容, 长剑落下, 站在了那蝙蝠身上, 只是, 这一剑并未造成什么伤害, 对付血脯卓有成效的银粉, 在他身上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出声借着那道巨大的力道, 将那老吸血鬼震得后退了一些, 这才化解了我的危机, 好强, 我心里充满了凝重, 这老吸血鬼的实力, 重新刷新了我的认知, 我从未想过, 这世上竟然能有这样的实力, 即便我动用了地府鬼印, 想来也不够如此吧, 要知道, 这还是老吸血鬼在封印之中, 如果他破风了, 那又该如何恐怖, 再联想到他的地位, 还不是麦卡威族中的强者, 和他一样的长老, 不知还有几个, 上面更是还有吸血鬼亲王的存在, 想到这儿, 我就一阵淡寒, 西方的实力,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不太乐观啊, 我苦笑了一声, 这还是我第一次透过面纱, 看到西方的强大敌人, 庞远志曾经跟我说过, 我们迟早都会发生冲突的, 可是, 面对这样的敌人, 怎么打? 就算我的地府鬼印解开, 又怎么去面对新王级别的吸血鬼? 况且, 除了吸血鬼之外, 西方神话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存在, 如果那些东西真的存在, 那怎么打? 冲突还未正式开始, 我心情就沉重了起来, 别分析, 就在这时, 楚生一声力和把我惊醒了过来, 他手持长剑, 正和老蝙蝠打得不可开交, 看得出来, 他已经很吃力了, 不论力量还是速度, 老吸血鬼都吻压他一套。 感谢观看